吃到的塑胶微粒累积大约10公克 正常人当然不会直接吃塑胶袋 但是生活中塑胶无所不在 确实有害健康 医学上也证实 绝大多数吃到的塑胶微粒累积大约10公克 正常人当然不会直接吃塑胶袋 但是生活中塑胶无所不在 确实有害健康 医学上也证实 绝大多数 我自己的宝宝 我自己的宝宝 你很最后 我自己的宝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